话题来看到高雄市府日前向中央争取到2.1万剂的AZ疫苗 其中有500剂要拨给警方 但现在基层远景抨击数量根本不够 因为全高雄市的远景总共7500人 那外景的部分就占了3000多人 却只有500剂的名额 让基层远景怒后 政府根本不把他们的命当回事 对此卫生局回应 这批疫苗先以专责医护为主 而远景则是在下一波分批接种 我们高雄市获得分配的疫苗的数量 是2万1000剂 日前向中央争取的AZ疫苗 终于下来开始施打 但这配发引来争议 远景时常在外爬爬灶 协助取地防疫违规的民众 每次的出勤都是风险 但高雄分配到的2.1万剂疫苗 其中却只有500剂拨给他们 也让远景感到非常的不满 有远景在脸书受团抱怨 怎么第一线外勤警察 只有500个名额 这像话吗 根据统计高雄市警察 一共有7500多人 其中外勤占了3000人 这回分配到500剂疫苗 等同于全市警察的15分之一 也让基层远景怒吼 根本不把他们的命当作一回事 远景出入各大场所 取地违规 面对看不见的病毒 经常曝露在危险之中 也难怪会如此愤怒 不过对此卫生局回应 那这样的人数基本上 如果一次全部接种的话 会可能会造成在警察方面 调度的一些困难 在协议之下 我们跟警察局讲 就是要分批接种 卫生局也表示 这批疫苗主要针对专责 医护人员施打 不过既然有远景反应 会在额外释出500剂给警方 只是此一情形 恐怕在让外界抨击 政府不重视远景权益 这是全球课程号高雄 采访报道